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铁血蓝军的传奇 魔兽德罗巴也曾经是枪手的苦主 昔日的小魔兽卢卡库已经茁壮成长 成为当今足坛最顶流的中锋之一 这场伦敦德比是他回归蓝军后的首秀 身披蓝军九号战袍的前锋都没有如愿踢出来 期待小魔兽卢卡库是否打破这个魔咒 这场伦敦德比是他新的开始 卢卡库的表现是本场伦敦德比的焦点 随着温格的离开 艾美里的重建 枪手的战绩都不如人意 上个赛季阿尔特塔林威受命 从曼城的助教回归阿森纳 执掌教鞭 但也没有成绩 也没有起色 这个夏天 阿森纳的转会投入是英超之最 江迷们可以对这个赛季的成绩有所期待 反观切尔西的主帅图赫尔 也是上个赛季中途 接手蓝军传奇蓝帕德的叫边 后来军上 夺得欧冠 最近又夺得欧洲超级杯 球队焕然一新 刚刚引进卢卡库再度回归斯坦福桥 蓝军这个赛季值得期待更多 这个夏天 人们不会忘记欧洲杯中的英格兰 更不会忘记英格兰队中的19岁小将萨卡的精彩表现 和罚丢的那个点球 蓝军太子芒特如今已堪称大用 曾经斯坦福桥十号威廉 如今效力阿森纳 今天又要面对救主 也是看点之一 由于阿森纳队内多名队员确诊新冠 目前能确定付出的拉卡泽特和威廉 今晚的阿森纳肯定不是罪一阵 图赫尔上任后 让蓝军耳目一心 其中就是激活了德国双子星 维尔纳和哈福茨 还有阿龙索 从边缘队员转变为秘密武器 这是一张网上流传的搞笑图片 体壮如牛的卢卡库让阿森纳的新标王本怀特狼狈不堪 是否今晚比赛会出现这种场景 拭目以待 结合指数走势 看好蓝军做客 轻取三分 另外 今日一场彩蛋 北京时间23日1点30分 西甲马德里竞技队埃尔切 看好埃尔切受让1.5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留言 有更多精彩等着你